喜欢什么就买啊 你喜欢什么味道的 都行啊 我对香水又没什么研究 玫瑰的怎么样 就像你身上的那种 还有几户的情况跟我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 李律师 不好意思啊 我后面还约了另外一个客户 这些资料你先拿回去看一下 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直接联系我助理就好了 好的 谢谢你啊 你看下次有时间的话 我代表小区里面的老人 请你跟苏青一起吃个饭 不用这么客气 哈哈 擤间 想着让你更好 言书 买 没什么 我们就下次见 好的 再去 王天佑 我们律所还真有一个 但是他是李修萍的司机 今天有点事 不好意思啊 我们改天约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郑小姐 你怎么又在这儿遇到你 真巧啊 李律师在酒店约客户啊 十楼 行政楼层 有会议室 餐点茶水挺好 你呢 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啊 还这么匆匆忙忙的 自然也是见客户 现在钱不好赚 服务客户是很累的 其实你说的特别对 像我们律所 就是乙方 要想要拿下赚钱的大单 就得方方面面地服务到位 如果只接你们样的公益案件 公司要倒大煤了 苏京和我说 你们一路从白手起家 努力到现在 确实很不容易 你们现在的夫妻生活 是很多人都羡慕的 苏京现在选择做全职妈妈 为了这个家 她付出了很多 是 所以我才看到她的面子上 接着这个官司 现在正是关键时刻 大家还得配合 这个案子才能互惠双赢 你说是吧 哎 再弄东西啊 小文呢 小文在做功课 你饭吃了吗 跟朱总吃过了 最近跟朱总走得很近 大客户嘛 不赔着不行啊 我今天给朱总打了个电话 谈了谈交接的事情 啊 还 还说了什么吗 没聊几句 没什么重要的 哦 律所的事有我的 你就别操心了 我先洗个澡啊 嗯 我先洗个澡啊 喂 朱总啊 苏星今天给你打电话了 交接了你去工作 需要我这边配合吗 她没给你打 你干嘛呢 我这想 换一瓶新的香水 喜欢什么就买啊 你喜欢什么味道的 都行啊 我对香水又没什么研究 玫瑰的怎么样 就像你身上的那种 老婆 什么意思啊 你每天见那么多人 总会蘸一些别人的味道 是啊 你在想什么 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苏芊啊 我们结婚那么多年 你要对我有点信心 航长 我就是个小小的客户经理 我怎么可能 怎么了 感谢我的主管呢 超级大关 吴主管上报小陈 别微抢客户 小陈却说是 吴主管性骚扰不成 打击报复他 我发誓我什么都没报复 正好 航长过来调查了 空口无凭 吴主管就不是这种人 这人不可冒想的呀 监控都拍到了 吴主管办公室就没有监控 难不成是大厅广众之下 动手动脚 我听说就是 总网上的这个监控 拍到小陈衣衫不整 哭着从渔主管 帮助跑出来 这可是职场性骚扰 小陈也太惨了吧 我跟您这么多年 你居然不信我信他 行 来来来 这儿这么多女同事 你问吧 我都跟他们谁做过什么嘛 这 都在这儿干吗 不用上班了吗 吴建 你非要闹我 整个行李都要知道 他抢周南南客户 是不是违反行李规定 我上报是不是正常流程 他怕外辞退 这故意伤害我 这事还不明白吗 他到小陈的那个监控里面 应该也有我吧 你不明白 那天我正好来找 吴主管汇报工作 走到门口的时候 我就听到小陈在里面 吵吵嚷嚷嚷的 我就没有进来 直到小陈出去 但是他们俩的这个对话过程呢 我站在门外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绝对没有关于任何性骚扰的 言语或者动静 明天天 是不是 吴主管处处都关照你 这个汉里有眼睛的人 都知道你们俩关系不正常 会替他做伪证也是应该的 你小小年纪 你怎么能这么恶毒呢你啊 证据呢 难不成你又要说 就监控里面拍到了 我对吴主管牺牲色相吧 好了 都别吵了 这件事 航里会调查的 吴嘉 你暂时先停职 我停职 行 行 周楠楠 你留下 付出一下当天的情况 小陈 那 你先出去吧 没想到 没想到 把一个银行的老泡 被一个小姑娘给刷了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呀 在这种事情上啊 人们会天然地同情女性了 可不过人家 还在监控里边演唱戏 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 楠楠啊 我是真心觉得 你工作上有能力 但是带个孩子吧 挺不容易的 所以我是 能帮你一把就帮你一把 我 我没辨的意思 没有邪念啊 都几年的老同事了 我知道 所以我更觉着 你没必要替我 淌这道浑水 我工作丢了就丢了吧 我大不了回老家 我重新再来 可你不一样啊 你还有孩子 你需要稳定 要不是因为我 他也不会给你找麻烦 我就奇怪了 你说这客户经理之间是有竞争 但你也没必要搞像斗季一样 他怎么就这么针对我了 那是自我感动 现在这个职场啊 悬扬的是什么 奋斗 竞争 都是狼性文化 慢慢的人们为了拼而拼 自我感动 到最后 连初心是什么都忘了 吴主管还挺有深度的 你啊 你还有一个缺点 你就是太漂亮了 我没开玩笑啊 我在银行这么多年了 我什么没见过 在这些人眼里 你漂亮 还是单亲妈妈 那就是不光彩的事情 你事业成功 你肯定是钻了空子 行吧 既然你都夸我到这份上了 那我也不能见死不救 你怎么救啊 既然他这么喜欢演戏 陪他演一场 今天是记忆力的训练课 小朋友们先闭上眼睛 老师会用一段话 告诉你们要画的内容 听完题目后 你们就可以用笔 把听到的内容画下来 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吗 知道了 好 闭上眼睛 那老师开始说了 天上有一个圆形的太阳 地上有一棵苹果树 苹果树的右边 有一个灌木丛 苹果树底下 站着一个小人 好了 开始画吧 想一想 想一想 老师刚才说了什么